今日首部中巴合拍影片《八天女孩儿》 在巴基斯坦国驻华大使馆举办了看片会 即颁奖典礼 巴基斯坦国家遗产与文化部部长贾马尔沙 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共同出席 共同为影片《八天女孩儿》 颁发巴基斯坦文化杰出贡献奖 影片讲述了赴巴参与水电站建设的 中国女工程师与巴基斯坦当地女孩 因足球结缘相互帮助 并最终实现彼此人生梦想的故事